说今年夏天各种电视真人秀节目除了能给大家伙提供展示的舞台 也让大家伙大拍明星们有了快速捞金的平台 明星们当导师究竟身价多少 这个最高机密被一家海外中文报纸给曝光了 身价最高的导师是张子怡 张子怡整个出任导师的费用是1200万人民币 这个数超过了张子怡接拍一部电影的片酬 紧随其后的是孟之声的导师李文和好声音的导师纳英 俩人都是1000万人民币 要是最低的就是黄晓明300万的身价 其实黄晓明要当评委 300万的身价未必就是黄晓明看中的钱数 而是我认为黄晓明看中的应该是那个事情 一位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透露 现在光是用在请导师的投入 就是高达节目制作成本的三成 甚至是更高 这种形式走下去 真不知道是节目借着导师火 还是导师借着节目火 其实互惠互利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人是这样 就是电大压客 客大压电 对吧 就好像曾经有人要拍戏 说假如要是我拍一个冯小刚的戏 说实话 你能去拍冯小刚的戏 别说人给你钱 就是说你给人家多少钱 那玩意上一戏你都有机会 对不对 但是假如要说你已经是成为一个明星了 说你要上一个深深的戏 那你得管深深要多少钱 对不对 什么东西 对不对